经过这个张铁生的这个事件 焦白卷以后啊 在那段时间连国家最高机关里边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就是工人农民出身的那种 没什么文化的那种领导 最典型的 走到最高职位的 大概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人 大寨的农民陈友贵 他儿子啊小儿子 亮亮 以前跟我很熟 那时候刚刚那个 大家有点钱吧 他们家算工资高的嘛 他又是最小的呢 那妈宠他宠的不得了 完了呢那时候就老跑到那个王府饭店 那里边不是有个夜总柜吗 天天跑那喝大酒 那时候标什么呀 标就是给那个小姐买酒 哪个小姐买的酒 人家比如在点点她 在点的酒 那就最牛 就为了给那小小小小女孩提升 那个名气 使劲往里砸钱 买酒买洋酒 一瓶一瓶的 最后人家 还跑到别的桌去了 哎呦那喝醉了 哭的昏天黑地的 那意思 一片赤诚被辜负了 哎呀都年轻过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卖菜的 一个东北人 这个呢叫李肃文 他当时就被树立为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积极分子 后来呢也是职位很高 人大常委的副委员长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山西省的一个 哎这个纺织工人 也是当了副总理了 哎吴贵贤 总之吧就是呃当时的领导班子啊像陈毅啊李先念啊 这些稍微懂点经济啊会搞一点这个管理的通通都被打倒了 那时候你知道吗副总理最多的时候十几个呀 呃当时也是啊 那因为这个一成立了国家了 那个都工大呀 你怎么也得给封个官吧 所以呢都是革命有功的老干 呃不过呢就在那个文化大名事件全都下来了 中间呢还有一个过程啊 管我演想好好地说一下就是 刚解放的时候啊 还真的是有民主人士来参加最高的这些职位管理的 主席是毛主席 完了副主席刘少奇高岗宋庆龄张岚李继生黄原培 五七年一反右就啥都没了 呃最后就通通的都是一水的 咱们党的 可能啊也就剩下宋庆龄了 哎还挂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了 到了文革的时候啊 呃这些人什么人都也都没有了嘛 呃也就是总理 周总理还是总理 刘少奇呢本来这个主席不是也被罢了官了吗 很长时间呢 我们这个国家呢是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主席的 毛主席也说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国家主席 总理嘛就等于管理了这个政府一切事务了 那就行了嘛 所以呃总理那时候权力还是比较大的 算是政府的第一把手 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政府呢 什么人大常委啊就开始出现了好多好多的工农兵出身的人 呃你在学校就更有意思了 把这个教授的职称啊也给取消了 哎不能有这个呃等级阶级分 所以呢通通都叫教师 呃原来呀五六年的时候 像这个科学进军的时候啊 呃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有这个学位置的 这一下不就等于把学位置也给取消了吗 咱们大家都平等 还有一段时间呢在北大 有一个人呢就是从部队派来的 也就是一个挺普通的那个级别也不高的一个干部 直接管理领导着北大 而清华呢那时候上面就派了一个女的叫谢静怡的 哎这就是毛主席的当时的呃机要秘书 这两个人啊一个清华一个北大的这不都是军队和那个派下来的吗 哪个太出名了 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叫梁孝的一个小组 这梁孝呢就是其实就是谐音就是梁孝 清华北大 哎弄的那么一个写作班子 干嘛呢就是装搞大批判 叫大批判小组 哎呀反正我们我觉得啊我们特别喜欢用这个小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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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这个小组啊它是游历于政府之外 可是呢它又高于政府机构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在别的国家 哎 包括在苏联可能都没见过 呃应该说我们这个呢 很有创意也很有这个传统 你能追溯到最后以前的那个历史渊源里边 这两个人呢这两校呢领导的清华北大啊 就在当时是中央文革的试点 哎要把他们的经验啊作为典型来推广的 到了1967年的时候啊 管维言呢曾参加过一次物理所啊召集的一个会 叫6405任务 呃就说就是64年5月份 哎6405 哎 毛主席呢当时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赶紧完成 内容呢就是要做这个laser武器weapon 就是激光武器 呃 干嘛呢就是为了反导弹嘛 咱们不是老是想着要打仗吗 对不对我得防止你这个 对我的那个什么 我得用最高尖端的武器来打击你 你想啊你要用导弹去迎那个迎战那导弹 管维言他们就这整个物理所就开始动起来了啊 全国全国的物理所啊不光他们的 这管维言呢他们就参加了这个任务 意思就是什么呢 举全国之力15年我们把这个激光武器给整出来 当初啊原子弹是1954年下的决心 64年还真的也就是10年真的给整出来了 所以我们毛主席觉得啊 人定胜天没问题 呃 应该说呃 据全国之力啊 当然了你说要是没成功啊 肯定你这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公布出来了 这因为成功了所以呢这个 语录就出来了 而他们这个激光武器呢 毛主席说的这个啊 10年不行15年 一直是他们内部先知道 但是外边都还没不知道 那为什么要管维言他们参加这个任务呢 你想他又不是搞激光的 这个激光的这个 电光转换效率啊 其实是很低的 你要把电变成光 你可是需要巨大巨大 应该不是说那个什么啊 简直就是庞大的一个电力 那你能才能把那个才能发射这个激光 把人对对方的那个导弹打下来 结果大家呀这么一计算啊 说要是打一下 得从这个全国的这个电网上啊 把这个电给取过来 也就是说呢 这一取这全国的电呢 你就别想使了 那简直就是崩溃性的 就就都拿走了 这这大家一算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呢 就在考虑啊 怎么能够想个办法 就是先把这个电能够储存起来 就有点像现在的锂电池啊 现在锂电池在这么点啊 那时候就是要发激光的话 你要把这电储存起来 怎么办 因为你这个这个这个激光武器 你是随时要发射的呀 你这个电要存起来的话怎么办 想来想去呢 当时就想必须利用这种超导现象 就是把电流呢 储存在这个电感储存器里面 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 这个锂电池锂电池啊 根据这个管维言他们计算啊 如果说当时你要想 弄这么一个武器 那所需的那个功力啊 和储能 各种缠的那种超导现圈什么的啊 你光这电池你知道得建一个多大的吗 物理所五层楼那么大 你想这简直就是不可能了嘛 但是当时啊 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敢说 这这绝对行不通不可能 这指示都下来了 一不做 可是呢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 这时候搞这个东西有点太荒唐了 这管维言呢是因为他是研究超导的 所以呢这个他就得必须参加这个任务了 哎你得就得开这个会去看看怎么弄啊 于是呢他就跟他们物理所的另外一个人就跑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会去了 当时他还挺高兴 因为什么呢就觉得哎呀一下子这不是天天批斗他吗 这下物理所的批斗也不用也不用了哎这也躲避了完了呢 另外呢 他一想哎借着机会出去走一走 不过啊其实他去的这个时候他已经心里明白 这个任务完不成 管维言他们其实只算是一个协助单位 因为毕竟人家做激光的啊呃是这个上海光机所 人家是主角 他们只是来这个做配合看看怎么能够让你这个能实现 到了那里以后呢就开始开会了 先是由一个那个主体的一个人 就是他们激光所的那些人 做了一个整体的设计报告 就是我们大概要怎么做 哎让每一个人知道 当时呢你想很多人啊 只要是参加这个会的都是懂一点这个科学和业务的 这个造反派呢这时候也得参加这个会啊 因为这个他是领导啊 这会议呢呃虽然是不是由造反派主持哎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主持 这军代表呢是主持的这个会造反派啊要比军代表呢他还懂点科学因为他毕竟是在这个所里边产生出来的这军代表就完全不同了就根本不懂什么科学业务什么这些狗屁不懂结果呢这个激光所的这个光学所的这个代表啊发言 这不是一开始也是先面那个毛细一幕啊 然后再开始做报告 内容呢当然肯定全都是技术性的 因为央年高给那些底下的科学家讲明了以后完了大家怎么配合呀 结果这军代表啊听不懂 听不懂啊 他还不说他一定要他急了 他居然就直接宣布说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把我们给忽略了没把我们看的眼里你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了解情况 直接啊人家这报告做一半了就让他给停了 你想想这会还怎么开啊这开不下去了呀 这个光机所的这个造反派呢你想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直接当时就在会议上就开始造这个公代表和军代表的反 理由就是什么呢你全国现在都在搞天天读毛主席一路 你们这些领导啊领导我们开会 可你们自己呢你们不去读那个毛主席一路去 也不那个早请示晚会报 你不觉得你们这是反毛主席思想吗毛泽东思想吗 结果这这会啊什么技术啊什么激光啊狗屁也不谈了 直接就会场上就打起来就乱了 你想想直接造这个军代表的反 你这这会那就是一下正开不下去了 这休息休会的期间呢这广为延啊就想 哎回一趟苏北老家了 正好是在上海开会嘛有一个星期六下午 他呢就来到这个上海的那个南通码头 因为你要回苏北啊是要从这呢先过长江 哎渡长江 这样呢他就得登这个船 到了这个码头啊正好有个船要开 这管为延一激动啊本来其实也就是顺路走走 他却没想到他要回家 一点都没犹豫 直接也没请假就登船了 第二天一大早到了南通了 然后呢他还得再搭一个汽车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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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还在老家但是管为延呢不敢去见他 因为一直到这一到这回家了啊 那可就是这一家那一家的轮流请客呀 那还走什么呀他总共就两天 你想星期六下午走的他星期天他就得回去 他他得回去还得开会呀还得那完成任务 因为太多年没回过老家了啊 其实他是非常怀念他自己的家乡的 自己呢就在那个街上啊逛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还买了一本黄礼作为了一个回老家的纪念 并且在那个黄礼上啊写上 今天我回家了大概不知道写什么啊他没说 写了几句话 第二天一大早咚咚咚又赶紧赶回了上海 结果呀这不是会彻底的就凉凉了吗 这些大家呢也觉得呢轻松了哎反正也完不成任务 这也不用担责任了这都是你们这个领导打起来了 你想想那我们这些科学家 所以呢就到最后啊就是一片混乱 你本来是想比如你你你你弄这个超导你弄这个激光你弄零件你弄马达什么这这些的啊全都没了 大家呢也就是不欢而散这这不欢而散的但是哈回不去 为什么呢火车不通了 红卫兵啊把那个共府的那个车站啊给霸占了 这下呢管卫兵呢只能跟他那个物理所的那个一块去的那个人呢就从上海坐船到青岛 哎他一想啊哎我青岛也没来过呀于是呢就借着机会又玩了一两天 这么着呢才坐火车回到北京 好多人啊那时候就愿意出差也是因为能够这样借机就旅游了嘛 嗯英国呀牛津大学有一个高级讲师叫曼德森的 他是研究这个低温物理学家 哎研究低温的哎那个管卫兵那时候不是也是先学的这个吗 他怎么是个高级讲师呢 因为在牛津大学啊这个物理系啊只允许有一个教授 就这教授没死之前你再优秀你也不能当教授 剑桥也是这样 这个人呢当时是做这个液态液态研究的 嗯就是什么呢就是 嗯有一个叫当特的啊跟他一起研究就是他发现了 昂尼斯效应就是你在一个杯子里啊如果你装上一个超流液态 液态他会沿着那个杯子的杯子的那个壁啊自己流出来 这个呢就叫昂尼斯效应 这个人啊后来到他当时来访问北京就跟广文言他们说做实验的时候啊 俩人啊做到下午了已经做的昏昏沉沉的了 哎就看见这液体啊呜出来一滴一的往下滴 哎呦说是不是杯子漏了呀 可是呢一看那杯子并没有漏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啊做实验做的啊看画看花了眼了呢 于是呢俩人呢找了点酒说咱啊歇一会吧一人喝了点酒休息了一下 然后呢又去做这个实验再做呢还是这样 比如说你两个杯子啊搁在一块儿 它本来那个液体那个氦呢水位是不一样的 哎他会这个自动的就能够保值拉平了 就是我不给你 哎就是沿着这个薄膜啊沿着这个壁 那个就是他们的实验的那个壁走过去的 这一类的实验啊他们做了好多好多呀 哎呦管管一天了都羡慕死了 你想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事情 这个人啊曼德森啊在文革期间啊居然他来了四次中国 我们当时啊有点像苏联就是重视这个物理 尤其是这种觉得物理能够新国强国哎 你能不能造武器嘛对吧 所以呢就是在物理这方面啊我们还是花了点钱的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技术交流上啊比如外国人要申请来中国访问啊什么 或者你想邀请他来哎国家还是能批的 不过啊当时那外国人来的实在是太少了 那科学家几乎没愿意来 这个人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啊正好赶上66年红卫兵造反案最高潮的时候 他来时候啊是先经过莫斯科的 当时呢苏联科学家就劝他别去别去别去 哪边正造反呢像你这种穿皮鞋的都不行 你还真别说这苏联的这个科学家啊说的是真的 广委员就说当时啊你那个皮鞋那个头啊你要是有点尖 那时候广的叫火箭鞋尖头皮鞋 红卫兵就把你前面那个尖头啊给你揣一下你给你砍了 如果你女孩啊留两个小辫子那就是资产阶级爱打吧也不行拿一大简子光光光也给你剪了 所以啊这个苏联科学家就说你去了太危险别去 也在于当时啊我们这个中苏关系不是很不友好吗 但是啊这个曼德森坚持他要来 第一次到北京呢就是广委员负责接待他的 你得口对口嘛你稍微的让人懂一点啊 你别都是光是那些外交部的那些人来啊 而且加上那个技术上也能有些交流 广委员呢就陪着他呢参观了什么十三陵啊长城啊 这都是属于那个咱们那个接待到北京接待的一个流水线啊 广委员一直就好奇后来呢就聊呢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大兴趣 而且还不来一来吧来了过四次 他发现啊这家伙啊带着照相机是到哪都拍 后来是72年的时候 这个曼德森呢还专门邀请广委员呢回访 接待的好啊欢迎你到英国来啊 这种正式交往呢还真72年还真批了 等这个广委员去到英国才发现 原来啊他把这个拍的照片啊直接出了一本书一本摄影集 哇那在西方大卖赚了好多好多钱 你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个记者是甭想进来的 可是西方人呢他不知道你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了呀 什么情况啊结果呢等于他在这的见闻 就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当时的真实的一面 其实也不真实了啊因为你去的地方早都安排的清场啊 很多东西就你也看不到了 不过呢这曼德森真的是来了中国来了四次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就决定呢就是可以让他去北京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呢 访问一下 访问的路线呢就是从济南到南京上海长沙湘潭 然后呢从广州出去 科学院当时呢就派的广为延的全程陪同 那个时候啊那曼德森牛想到哪都是通行无阻 一路的都都给你给你一个把门打开 因为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能来的外国人太少太少 我们也觉得很荣光啊往过来朝那时候没有啊 所以呢他这个因为太少啊大家都怕他出事啊 政府一想可这一下呢弄的广为延啊 那还陪的叫做一个轻松 玩呗就是因为什么呢 当地专门有人来负责接待负责陪同 所有事所有事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好好的 你比如说吧到南京了 要去招待他呢看这个样板戏 而且把第一排啊最中间的那几个位置都给他们留下来 可是呢他这个老外嘛就是这样的一身臭汗啊 到了南京了他呢就非得先洗澡 等洗完澡再去呢结果人家精细已经 过时间了嘛应该要开演了 可是居然啊整个戏全都停着 大家观众全都坐那等着 直到曼德森到了才开演 哎我们那时候经常的你看演出的时候啊 有一个什么人物未来大家都看着啊他不是的第一排 一般呢都是呃七八排其实是最舒服的 所以呢你就能看见那那一块啊中间是空着的那几个位子 大家就知道有一个人还没来呢 等这个人来了才能开戏 你说呃平等嘛你说那个时候呃没有权利吗 呃没有什么什么咱们说的那个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腐败 他也是等于侵害了呃别人的权利了 管为严他呢就做的那个第一排啊 往四周一看有着安全 四周全是便宜 都是来保护曼德森的 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吧 呃呃呃我把这个给曼德森讲完得了 广为严啊当时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重视一个科学家 呃大概也就是因为来的太少了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他太太也跟着来 呃到了那个南京去参观这个南京大学 当地呢又派了一个呃南京大学的教授陪着他 呃去的什么中山陵啊陵古寺啊什么雨花台这些啊 估计也是那个呃观光流水线 他到了陵古寺啊就看见那宝塔每层不都伸出八个那个尖头吗 诶那上边的那个一个个不如七个镇镇那个灵兽啊 就这小狮子全给红卫兵给打掉了 他就问怎么怎么都给弄坏了呀 这南大的教授呢就说哎呀都是坏人搞的 这曼德森说不是坏人吧是犯错误的红卫兵吧 到了湘潭啊也就是到了毛主席的故乡了 广为延过去也没去过呀所以也跟着一块去参观那个故居去了 当时广为延就觉得用这故居怎么着也算是个富农吧 但是啊你在那看各种的介绍毛主席的文章里边啊 这成分写的全都是华物不清就说是农民 可是你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啊这农民可分的好几种啊 平下中农中农复农完了地主 这成分可是个很重要的事 你只说是个农民 你想想你知道一个平下中农到富农这一级别 那差别和待遇那差老鼻子了 应该说富农就应该算是个阶级的人 这故宫前啊有一个博物馆 里边呢就列着很多毛主席的历史照片 每个照片下面不都有那个详细说明吗 呃所以啊呃好多人呢到那去 这个朝拜毛主席的故乡的时候呢 其实你看那个说明也行 但是呢不行 所有人参观的人都要听那个讲解员 给你讲说明 这个照片是因为他当时怎么怎么怎么 这曼德森听不下去啊 一点都不耐烦你知道吗 你的科学家大概也性情中人 可是你想那时候你要不听 那就表示对毛主席你不敬啊 那可是大不敬啊 那是不得了的事 结果怎么办呢 哎没人敢管他 真的拿外国人咱们中国啊一向是这样的 这这老外一来了就比比天高 比皇上还没什么 就没人敢管他 当然了他也算客气啊 就把他的夫人安排在那儿 站在那儿老老实实的听讲演员那个讲 他呢就跑着四处到处乱逛到处还照白眼去了 好吧 今天先讲到这儿下期接着讲下期见 好